2016年,当中国神州11号发射成功时 美国NASA不仅没表示祝贺,还特意酸抽地表示 中国空间站的技术距离美俄还有40年的差距 中国想要赶上来,还需要努力 但是令他们尴尬的是,就在此一年 欧空局率先派出宇航员开始同中国一起训练 开始学起了中文 甚至有人早在6年前就开始自学中文 就是为了赶上第一批进入中国空间站 其实他们的季度是有原因的 神州系列11次事业全部取得成功 发射的频率之快和成功率之高令人折舌 但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NASA瞧不起的中国空间站 最后必将成为全人类唯一的空间站 而这个神话就从神州12号飞船开始 大家好,我是熊猫,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6月17号,神州12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预计有三名宇航员将在不久后进入中国空间站 我相信此刻世界上所有宇航员都非常羡慕 以及期待中国三位宇航员能取得圆满成功 除了美国 为什么说除了美国之外 所有国家都羡慕和期待呢 实在是因为中国神州号飞船战绩太过耀眼 从1999年发射第一艘神州飞船开始 20多年来 中国神州飞船总共发射12次 全部取得成功 以至于在2016年 美国NASA开始酸了起来 当中国神州11号再次打破中国记录时 它不仅没表示祝福 反而嘲讽起中国空间站技术落后美额40年以上 最后扔下一句 任须努力 有些人会说我们是不是太玻璃心了 人家讲的也是事实 当时中国空间站的技术还处于落后状态 而且人家还鼓励你了 其实稍微有点了解航天的都知道 2016年 中国空间站其实已经将技术验证的差不多了 虽然距离美额航天技术还有差距 但在部分技术领域 中国已经赶上 甚至比国际空间站更陷阱 说落后40年 其实过分夸张了 其次 航天探索一直是全人类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 除非出现一种过分争议 否则每个国家的航天局都会对其他国家成功表示祝贺 而不是打击其他国家 这种鼓励和祝福已经成为各国航天局的优良传统 比如2013年 印度曼加利亚火星探测器发射成功 虽然印度某些媒体直接喊出超越中国 但是中国航天局依旧给出了祝福 还有中国神舟飞船每一次发射成功 即便超越了俄罗斯和欧空局 他们也会给出祝福 像美国NASA这种直接对其他国家航天事业说 我几十年前就做到过了 你还需要努力的话 显然并非出自真心 其实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些年中国空间站的进度实在太过显赫 仅仅2016年 中国就突破了三次技术难点 比如9月份 中国发布天空二号 验证了空间站核心舱的所有事业 一个月后 中国再次成功将神舟11号 以及两位宇航员送上太空 两天后就完成了神舟11号与天空二号的对接 2016年几乎是中国载人航天数十年的缩影 从不被看好到屡破纪录 很多人都已经麻木了 但是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美国 因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即将落幕 所以我才说 只有美国不希望中国取得太亮眼的成绩 那为什么说其他国家就会羡慕和期待呢 先说下期待吧 其实这种心态就像班里的学渣逆袭学霸的故事一样 被公认的学渣通过努力补课等方式 竟然考到了班级第二名 甚至和学霸相比只差那么一点点 所有被学渣超过的心理都会不平衡 但是不同的人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几乎学霸低位岌岌可危 反应肯定最危机烈 可能会用忍着乐讽 口头炫耀自己曾经的成绩来树立威信 其他人心里也会羡慕和嫉妒 但也仅限于都是学渣 得凭啥这么优秀的感觉 嫉妒有羡慕也有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反正我不是学霸 那么学霸是谁就不重要 也会乐于看到学霸受到挑战 甚至还会和学渣交好 说不定还能学习一下人家是怎么补课的 所以他们不仅要口头表示祝贺 还要主动交好学渣 毕竟不说能取得学霸那种成绩 只要有所进步那都是好的 故事虽然老套 但其实道理都是相同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主动交好太过虚假 其实人与人 国家与国家相处也就是这样 利益恋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们且不说与中国直接展开合作的俄罗斯 就说与我们一直存在竞争关系的欧空局吧 早在2015年 中国和欧盟就签署了再任航天合作协议 欧洲航天局派遣了意大利 德国和法国三名宇航员 前往中国交流学习 他们不仅与中国的宇航员进行协同训练 还主动学起其中文 按照他们的说法 在俄罗斯飞船上工作时 各国宇航员就需要学习俄语 在中国神舟飞船与空间站工作时 自然也要学习中文 而中国空间站 其实预计是在2022年才能正式建成 也就是说 有国家提前了7年做准备 来与中国进行合作 事实上 他们提前数年与中国合作还有一个目标 第一个登上中国空间站的外国人 这是法国宇航员克莱夫里伟说的原话 这就是神舟飞船 以及中国空间站取得的成就 所以我才说 世界上其他国家 其实是乐于与中国交好的 也是我开头说的 期待中国宇航员 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为什么我又说羡慕呢 其实还是因为 中国神舟飞船 高达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载人飞船的成功率意味着什么 很多国人几乎没有感觉啊 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它就是一组数据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是可以出去吹去一下的成绩单 但是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宇航员来说 能否成功意味着生命是否得到保证 每一位宇航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而神连为此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1971年 俄罗斯联盟11号返回舱因为空气泄露 导致三名宇航员缺氧而死 1986年 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生解体 七名宇航员因此丧命 2003年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因为空气动力脱落 导致七名宇航员失去生命 截止到2018年 人类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 宇航员执行飞行任务时 总共发生了40任务 而且每一次均造成了全体成员的死亡 如果算上训练时牺牲的人员 总计接近30名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载人飞船有多么难 中国神舟号飞船能做到百分百的成功率 也让世界所有宇航员羡慕不已 毕竟 任何航天员都想拥有一个愿意保证他们生命的航天团队 但是航天飞行这种事情 谁也不敢打包票 在我们看不到的航天密实力 全世界的航天人承受了无与伦比的压力 尤其是中国 他们是怎么把当初落后的中国航天技术 打磨到今天这个地步 对此我也充满好奇 直到我慢慢去挖掘 才发现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国航天奋斗史 中国航天人适合逆袭的答案 全藏在这里 第一个答案是 不带一丝问题上天 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中国航天惯例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而答案就发生在1999年 这一年 中国终于迎来了神舟一号的发射 但是在神舟一号发射前 却发生了一件让中国人永远难以万怀的事情 5月7日 中国位于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被美军B-2轰炸机炸毁 导致数名同胞死于爆炸之中 事件发生后 所有中国人都愤怒了 纷纷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那一年我才10岁 但是对于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在课上非常激动地 和我们讲述了这件事情 后来我上大学 有了电脑后 还特地重新查询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直到看到了一个故事 让我对中国航天有了新的认识 诈管事件后 有一位遇害者的家属跑到航天空战总部 刘哲磊对所有航天人说 你们一定要让中国国防力量再强一点 当时所有航天人都感受到了这股悲愤的力量 心里面也纷纷憋着一股气 要全力发展中国的航天技术 看到这个故事时我非常纳闷 国防力量的提升不是应该找军队吗 为什么是跑到航天人这里 所以我就继续往下深挖 才慢慢将事情脉络重新整理清楚 中国发展航天的迫切心理 其实都是源于核讹诈的作用 这就涉及到了航天的相关知识 中国发展航天技术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所以又有了东方红卫星的诞生 中国两弹一星诞生的背景 其实说白了就是自我防卫 再让航天工程又是航天技术里难度最高 也是最核心的科技 它不仅能提升中国的航天技术 还可以促进民生 中国就算咬着牙也要上 1999年原本是中国的喜庆年 这一年国家提名了三件大喜事 国家50周年大庆 神舟飞船首飞 以及澳门回归 但是所有的喜庆都被诈管事件给冲淡了 中国急需一件大事来提升我们的国民士气 于是神舟一号就成了首选 当年7月神舟一号飞船和长征火箭就已经运往发射基地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准备和核链 结果意外却发生了 到了10月 在飞船进行第二轮测试时 发现了一枚陀螺仪卡在飞船内部 原因一直找不出来 必须打开火箭大底 逐一排查才能确定 这下所有人都慌了 飞船不是我们普通人的家用电器 里面的精密仪器特别多 每台仪器 每根导线 甚至每颗螺丝钉 都是经过无数次的检测确认后 才能将飞船外照合上 所以拆开大底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一来 重新拆开检测再复原 可能会出现新的损害 而且概率高达90% 二来 拆开大底势必只能择漆发射 但是择漆多久 谁也不知道 一旦错过窗口 势必影响接下来的神舟二号等一系列 非常的延峻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点 很可能导致飞船报废 因为当时神舟一号飞船 是由一种叫电信测试船改装而来的 比较脆弱 如果拆开大底 折腾的又太厉害 还会出现整艘飞船整体报废的可能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前期数万人参与研制的奴隶 全都败费了 整个载人航天工程都可能会遇到大麻烦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当时技术专家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不拆开飞船 启用飞船内部的备用仪器 这样既可以不用耽误发射日期 也可以顺利起飞 这个建议的确有可行性 一艘飞船都会有备用方案 目的就是为了预防 飞船在太空中发生故障做备份的 现在直接启用备份方案 的确是一种办法 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 飞船在太空中的备份没有了 危险性就增加了 两种解决方案都各有缺点 不拆开就不会捅娄子 到底拆不拆 在场的所有航天人都急红了眼 但是谁也不敢下决定 事情一路上报道 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曹甘川那里 曹甘川连夜到达现场 听取详细分析报告后 当即表示 飞船肚子痛 难道我们要让它到天上去拉席吗 我的答案只有一个 开 而且要立下军令状来开 这就是中国航天传统 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不带一丝问题上天 曹东指挥的意思也非常明白 规矩不能破 尤其神舟飞船更不能例外 因为飞船将来是要载人的 存在一次心理侥幸 就会一直形成侥幸 而这才是对宇航员生命最大的漠视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做到万无一失 谁出了问题 谁就要负起责任 于是项目负责人 只能立下军令状 小心翼翼地打开飞船 寻找问题 最终找到故障的原因 原来是在河上大底时 压倒了一根小小的信号线 大家不要以为 想要做到这个传统很简单 因为美俄曾经不止一次 违背了这个传统 甚至因此还导致宇航员的遇难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深空爆炸 导致欺敏宇航员遇难 事实上 航天飞机在发射前 设计工程师曾一再警告 有可能发生危险 结果NASA根本不予理会 2003年 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在起飞时 机翼前缘的碳纤维材料受损 工程师三次要求 国防部提供图片 了解损伤程度 但均被拒绝了 结果哥伦比亚号返回时 发生了解体 七米宇航员为此丧生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苏联时期 多次为了取得领先的优势 冒险发射航天器 相比于美苏 中国载人航天不带一丝问题上天 就是要保证宇航员的生命安全 虽然在后续的任务中 也多次发生类似的问题 但都成功解决了 神舟一号坚决不再流星 与天气时上天 神舟二号的发射火箭被撞 宁可花几天几夜检查数据 也不敢疏忽懈怠 神舟三号为了一个小小的插座 延迟了三个月 神舟四号为了成功发射 直接给整个火箭盖上被子 等等等等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中国航天人排除了一个个问题 就是为了对宇航员负责 这也是我在开头强调 世界宇航员都会羡慕 中国宇航员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神舟三号 让中国载人航天 从重细节走上了重质量的道路转变 神舟三号是在2002年3月份发射的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它原定的日期是2001年年末 结果因为插座事件 导致飞船延期了三个月 事情起因发生在2001年10月 测试员在检测压传感器时 发现插座出现故障 此后经过了无数次测试 确定了不是施工问题 而是插座出现了质量问题 这下问题就大了 一旦涉及到质量问题 那么是单个问题 还是批次问题 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是单个质量问题 那么只需要更换一下插座就行 如果是批次问题 就需要将整个飞船上的插座 全部换掉 而且还有追究责任人 原本航天人员可以选择 不将事情扩大 认定为单个问题 然后进行更换 就可以正常发射 而且还不用追究责任人 或者事后再进行处理 也不影响发射日期 只是这样会影响到 航天器件的另外一个标准 故障率 航天工程原器件允许的故障率 只有万分之五 现在因为一个插座问题 整个飞船的器件故障率 就达到了千分之一 经过团队内的争论后认定 标准就是标准 不能违背标准 最后经过技术专家测试 生产厂家核实 确认是设计和生产都有问题 插座必须更换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插座更换也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先发射后更换 一种是直接全部更换 两者都是可行的 因为其他的插座还是能用的 如果选择了前者 但会违背不带一丝问题上天的原则 而一旦选择后者 则会影响发射日期 两者影响同样很大 最后只好将这件事 一路上报到国家领导人 最终确定 一切以安全为主 不抢时间 因此神舟三号被拆开 并且更换了全部的插座配件 发射日期也因此延迟了三个月 插座事件后 空间技术研究员内部 进行了大规模的质量整顿 全院所有人降薪10% 载人航天工程的人员 降薪15% 以示警告 神舟三号后 中国载人航天的原则 再添加一个 质量有限 但是有了细节和质量还不够 还要有多成准备 以便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 其中以神舟五号最为典型 2003年时 全球有三件大事与中国息息相关 一件是非典闹得人心惶惶 一件是美国航天飞机发生爆炸 给载人航天工程蒙上了阴影 还有一件就是中国顶住压力 第一次成功将宇航员送入太空 扫出了所有阴霾 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飞船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 具备独立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 在当时引起的轰动 现在的我们根本难以想象 用万人空相来形容当时的形形 都不为过 我清楚地记得 我的老师们都在讨论这件事 连注重学习的学生 也会被邀请到食堂二楼的大会厅 去观看相关画面 我也有幸在当时见证了 中国人上天的画面 中国宇航员地狱人杨立伟 也因此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但其实有一个细节 很多人并不清楚 当时在发射现场 进行最后准备的宇航员 其实并不只有杨立伟 而是足足有14位之多 连杨立伟的教练都在其中 经过层层测试和选拔后 以杨立伟为第一候选人 翟志刚内海胜为第二候选人 其他为第三候选人 为了保证航天员不受到一丝的影响 这14位航天员连同他们的家属 都被安排在封闭的社区 饭菜均由工作人员配送 以免被非电传染 14名航天员均统一地 完成了同样的训练 如果杨立伟不行 第二候选人上 第二候选人不行 第三候选人上 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 同为最优秀的宇航员 辛苦训练了数年 几乎不可能出现临时胆怯的事情 后面候选人不管训练与不训练 基本都与这次任务无缘了 中国宇航员的选拔是极其严格的 不仅要有极佳的身体条件 还要在学识 工作 能力 心理素质 甚至是精神方面 都得出类拔萃 用万里挑一来形容都不为过 这么天才般的人物 谁能耐得住寂寞 但恰恰相反的是 现场没有一个宇航员是放松警惕 直到临飞前 大家都在做同样的预备训练 最终杨立伟顶住压力 成功完成任务 杨立伟也因此享受到了全世界的荣光 其他人则成为中国最坚强的后盾 从2003年到2018年 中国总共培养了17名宇航员 其中有5名从未执行过任务 更有人4次入选任务梯队 但4次均错失执行任务的机会 当时有一位航天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确实曾经失落过 但是只要入选 无论是主份还是备份 都是航天员的本分 这句话让我至今难以忘记 这位宇航员就是神舟12号 备选宇航员之一邓清明 在首次公布的16名宇航员备选名单中 他与聂海顺一官赴排在了第一梯队 但是在16号公布的最终宇航员名单中 他第4次与主份宇航员失之交臂 而正式入选的三名宇航员则是 聂海顺、刘伯明和杨洪波 他们三人将共同进入中国空间站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活动 在活动期内 他们还要追行餐外维修 科学试验等空间试验任务 在很多人看来 这些上天的宇航员承受了沉重的压力 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 但是在小猫看来 我们要尊重的不仅仅是已经直飞的宇航员 也要给予幕后保障团队最大的敬意 此刻 本猫建议应该把感谢两个字 打在弹幕上 其实话说回来 像未能上天的宇航员一样 中国航天辉煌成果的背后 有一大逼正在默默复出的科学家 每一个项目 每一次成功发射的背后 都有数万名航天人组成的科学团队 在不断努力 国人在感到自豪的同时 也会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骄傲 要继续虚心地学习 默默奋斗 说实话 如果是以前 本猫会百分百赞同这种观念 但是到现在 我却要出来表达下不同意见 在熊猫看来 还是之前那个观点 我们负责骄傲 谦虚地交给科学家就行 中国已经过了那个默默奋斗的阶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 以前我们航天技术比较落后 确实应该默默奋斗 争取在技术上赶超西方国家 以及强大的美国 所以每次报道都会说 前路漫漫 还需埋头苦干 在那时 苦干的精神理念 就是科学家乃是国人最宝贵的财富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新时代 中国航天逐渐赶上第一梯队 可以说 我们完成了技术积累 但是我们却没有完成精神上的腿炼 很多国人 尤其是部分年轻人 已经忘记苦干的科学家 开始追求娱乐至死的精神 一名毫无演技的榴弹明星 演出一部电视剧 可以收入两个亿 而相比于各种蹭热点的明星 埋头苦干的科学家 却还要为低收入范畴 中国航天现在缺的不仅是技术 更是一种精神 那就是崇尚科学的精神 所以在熊猫看来 国人应该自豪 甚至骄傲 我们负责骄傲 谦虚 交给科学家就行 这才是新时代的任务要求 当然最后 我们也祝福神舟12号 能取得圆满成功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